第十九题光经过不同介质会产生折射现象 右图是光从空气摄入材料甲所呈现的光路图形 请问光在材料甲的速度应该是 我们晓得根据折射定律 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较大的 代表光速比较快 这个是入射角 这个呢是折射角 我们发现入射角比较大 折射角比较小 也就是我们的折射线是偏向法线 所以光在材料甲的速度比在空气中慢 第十九题问我们 请问光在材料甲的速度应该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比空气中光速慢